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妈妈 以前说生花贵 麻油香 生花贵是四大棒 所以当妈妈真的是非常辛苦 而一个女性 她除了在青春期之外 其实在坐月子的时候 如果可以把身体调理好 未来的生活 就会比较快乐一点 而且会比较健康一点 那到底在坐月子中 有哪一些禁忌呢 是不是真的就要喝这个生化汤 或者是不是真的不能洗头 不能碰身水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 要来跟我们解惑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我们杨秀珍杨医师 杨医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神农中医杨秀珍医师 是杨秀珍杨医师呢 她是我们彰化县 中医师工会的理事 她现任神农中医的院长 接着为您介绍的是 彰化县中医师工会的理事 林轻宜 林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林轻宜林医师呢 她是彰化中医师工会的理事 她也是陆港基督教医院中医科的主任 那我们今天既然要来聊 这个产后调理的这个部分 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坐月子 我们是不是请杨医师 杨院长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坐月子到底是什么呢 坐月子 台语就是做下来 坐月子从大概西汉时期到现在2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华人地区非常特有的产后文化 因为以前呢都是自然产 然后再加上环境跟卫生习惯都不够好 所以产后其实很多感染问题 以及胎儿就这样离开的例子很多 所以呢 坐月子变得很重要 什么叫坐月子 就是在家里坐一个月嘛 真的就坐在那里一个月 对就坐一个月 对那就有很多的产后禁忌 就是为了去预防 也预防那个孩子感染的问题 以及让妈妈因为经历这个生产的过程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 那气血大亏的情况下 利用一些产后的调理药材 然后让妈妈赶快恢复她的健康 对 所以坐月子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讲 是蛮重要的 当然欧美他们其实好像比较没有 我们中国人 我们台湾人那种坐月子观念 我之前曾经跟月囊讲过说 我嫂嫂他们就是在美国生宝宝 然后他们刚生完宝宝 第一件事情 不是给她喝水不是干什么 就是断了一杯冰淇淋给她吃 你想想看 刚才生完孩子竟然吃冰淇淋 这在我们台湾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林医师 这到底坐月子有哪些步骤啊 有没有什么必须要注意的这个 哪几个阶段呢 OK 好 来这个 这边有一个字版让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像刚刚就是佩玄有提到的说 而且怎么欧美的人他们可以这样一杯冰淇淋 一杯冰牛奶就直接灌下去了 当然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其实欧美的人跟华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老祖宗呢他们最后会统计出各个不同阶段分别要做的事情 也是因为呢每个阶段我们有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那所谓的一个月我们刚好可以就是把整个产后的过程 把它粗分成就是三到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排二路 那还有就是要开始跟宝宝就是母婴亲善 就是开始训练母嬷 认识你的宝宝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宝宝也要开始就是学习就是吸水 就是就是哺乳了 对要开始吸奶了 所以其实在出院后三到五天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主要使用生化汤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去遇身心 你看他的名字叫做生化汤 它就没有叫排二路汤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二路是指什么 二路啊 二路就是我们原本是宝宝是装在子宫里面 那原本宝宝在子宫里面的时候呢 外面呢其实有很多的羊水啦 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软组织啦 血啦那一些 那它其实是宝宝在里面游泳的那一些就是 温暖的床 那现在呢宝宝已经出来了 不需要了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那一些就是二路把它排出来 让它离开子宫 那如果它还残留在子宫里面 我们就说这叫做瘀 那瘀其实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可能就是也会对女性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排干净 的同时那我们还要生心 所以它叫生化 就是还要在化子宫内膜 生小孩会流很多血啊 是是是 所以生很重要 这个生血很重要 对对对就是去瘀生心 就是第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就把它称作叫做子宫复旧 对那但是大家要注意 所以在使用生化汤跟一些就是当归类的就是就是放的时候要住一个时程 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先不要服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设定说 那三到五天啊 对三到五天 其实我们是为了要避免产后大出血 对 因为我们生化糖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活血区域的药物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个产后大出血 活血区域的药就等到出院了之后再使用 所以出院就是自然产的话我们就住院三天嘛 那剖妇产就住院五天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妇产科医师已经判断说 这个妈妈她体质身体都稳定了 那放回家我们就可以开始服用生化糖 所以不是在医院里面就开始吃生化糖 而是回家之后 因为一般来讲医生都好像还会 西医都还会开一些就是让你子宫收缩的药嘛 没错没错 在一起吃不知道会不会超过量 一起吃确实就是会担心啊 会担心那个产后大出血的风险 那这边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下面这个红色的栏位 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妈妈会面临到的问题 包含产后的虚弱 因为生产的时候要耗气冻血 所以会比较虚弱 那当然那个时候还要面临疼痛的问题 就是不管是会因的伤口或者是剖腹的伤口 所以那个时候也要小心照顾伤口 那还有就是要小心产后出血 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重要任务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已经出院回家了嘛 那所以呢就可以开始自己的作息 不管要月子中心啦 妈妈照顾婆婆照顾啦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去医生心呢 还是可以继续持续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加入一些调补器械的方钥在里面 所以她这时候已经不喝生化汤吗 还是继续喝 看体质 看体质 对对对 因为像有的妈妈可能她的那个 尤其像有些剖腹产的妈妈 剖腹产的话其实二路 剖腹可以是都已经帮她处理干净了 那只有自然产的话可能还要再多花一些时间 但是大部分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我们还是会再搭配一些些原本生化汤的基底 然后再加上就是调补器械的方钥 那至于自己在家里面呢 我们就会比较建议就是要有均衡的营养啦 然后要有充足的休息跟睡眠 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非常的困难 对因为想要是每隔一两个小时 她可能就需要你过去关心她一下 一下子尿布湿了 一下子肚子饿了 一下子哪里脑痒 哪里不舒服 连天气热天气冷她都会哭给你听 所以一哭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休息啦 没办法休息 就算说身旁有个贴心的老公贴心的爸爸 可是遇到轻胃的妈妈 这个任务就非常难取代 轻胃 你是说亲自为母乳 对对对 就会很难取代 所以要如何有好的休息跟睡眠呢 那就是我们要讲究那个哺乳的技巧 那接下来当然还是要继续子宫复旧嘛 所以我们就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第一我们尽量不要搬重物啊 然后就是要使用束缚带 那这个烧带后来我们会就是在跟大家 比较更详细的解说 那第三四个阶段其实就可以开始吃补了 就是如果家里的婆婆妈妈 你们要帮你们的媳妇女儿进补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建议到了就是第三阶段 也就是第三四周的时候 再开始就是帮她们进补 那这个时候你要吃什么麻油炒腰花啦 然后麻油鸡酒啦那一些 甚至有的会开始放海鲜类之类的 所以是第三个阶段才开始吃这些东西啊 不是一开始吃完生化汤就可以开始补啊 不可以 吃完生化汤的话我们的补 最好是清淡的补 就是皮补 就是不要那种就是很燥热啦 大补气血啦那一些东西 就是太快的加进来 因为一来 譬如说剖腹产 其实她那个时候腹部的伤口 我们还是要小心的照顾 所以尤其是有一些蚌筋啦 海鲜类啦 这些怕就是更正 就是会让伤口的复原比较慢一些 对对对 万一吃太补 让她发炎的很厉害 这样子摆得不好 对对对 所以第三四阶段的话 其实我们要补啦 然后那又开始就是增加活动啦 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比较放心 那这时候我们的策略呢 其实是健脾胃核失 那健脾胃有什么好处 其实妈妈产后最怕的问题就是 水肿发胖 还有就是比如说哺乳的问题 那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能够健脾 让妈妈的气血比较好 就是水肿比较好排 然后不要发胖 然后营养吸收好 那哺乳的时候呢 乳汁可以更好 顶植更好的话 那这样子对妈妈跟宝宝 都比较有帮助 那这阶段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调肝氧气 调肝的话呢 其实就等于是要保持我们心情 心情情绪 对要愉快 可是很难 这个也很难 你知道就有些人产后就会有忧郁症啊 然后看到孩子哭 他就跟着一起哭 然后两个一起哭 就坐在那边 好没有办法去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这种其实你说要产后要保持心情愉快 真的需要家人很大的体谅 要帮忙他制造愉快的气氛 没错 尤其遇到新手妈妈 就是手忙脚乱 然后对自己照顾的自信心不足 然后小宝贝有一点风吹槽动 就很难保持愉快的心情了 所以呢 大家就是要一起同心协力 要让产妇就是有好的心情 那这样子其实我们的乳汁才会顺 对 其实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那最后一个阶段呢 我们真的要实权啦 大补啦 要下来的话 其实最后一个阶段 已经可以开始放了 那但是还是要依体质而定 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进入 我们坐月子的最后重刺阶段 等于呢 要在这个时候 让妈妈们能够恢复到 那个产前的那个体质 甚至呢 要改善产前的体质 包含以前一些可能 筋痛啦 月经不顺啊 过敏啊 一些问题 其实如果月子做得好的话 都有希望在这个时候 有蛮剧烈的改善的 那这就是我们对产后 四个阶段的建议 讲到这个 真的有的人就是做完月子 就整个气色叫做 黄瓜 恰吉 就这样子 非常的漂亮 那个粉嫩粉嫩的那种皮肤 感觉上非常放 听说啊 还可以跟中医师要求 就是量身定做 说我希望说补哪里 比方说 我希望说补 希望说未来身材好一点啊 胸部在看的 在 呃 有 有 有一点那种 对不对 形状更美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腰可以瘦一点啊 或者是说 我可以腿这个 脚部的曲线更好一些啦 听说可以量身定制 是真的吗 是可以的 真的 那有的人说 诶我本来是手脚冰冷 可是我经过做月子 医生帮我调理之后 我开始 诶做好的月子 就不会手脚冰冷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是真的 对那是真的 所以 男生如果身体不好 也跟着一起做月子 可以吗 可以 可以跟在旁边 吃产妇吃不下的 妈有的鸡酒 我们的导锅 听说也做了一个月子之后 马上体型就变得 非常的壮硕 是月子餐 其实除了就是补身体之外 其实有时候也是为了母乳 那个母乳 听说小孩子哭声 会引发妈妈 秘乳比较顺畅 是真的吗 是 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 会 那其实要讲到 秘乳的这个部分 跟吃有很大的关系 有的人说 我一吃什么 马上没凉 事情真的很严重 那是不是请我们 梁院长也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在做月子 或者是身体也受影响 像有的人坐完月子就腰酸背痛 对 因为第一 注意这个第一个 就是不能吃到深冷寒凉 还有冰品凉饮 有些人就是残后 就是跟那个冰淇淋是不可以的 没办法 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 对 那至于冰品凉饮 还有什么是深冷的东西 等一下会再一一介绍一下 那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 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这些食物为什么不能吃 其实残后很多女孩子会便秘 那吃到辣的 那就更严重 甚至于痣疮都跑出来 而且又经由乳汁给小朋友 你的胎儿也吃到辣的 对 辣牛奶 对 那胎儿搞不好就会起疹子 或者是他身体就燥热了 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再加上刺激性像花椒 也就是残后不要马上吃麻辣锅 花椒会容易退奶 所以一定要记得 残后你要补乳化 尽量麻辣锅就先不要空了 是是是 千万不要空 一共就没奶 对 那第三个我们讲到的是 不能吃酸性的食物 比如说梅子啊 或者是一些酱菜 因为这些东西容易一酸收之后 像刚刚我们女医师说的 排二路的情况会排得不好 他子宫会收缩 一收缩就排得不干净了 是 对 那第四个我们提到的是 不要吃太咸的食物 因为咸的食物含 含的脑磊子会过高 产妇已经想瘦了 你还要一直让他水肿 那完了嘛 对 再加上残妇 毕竟水量不会喝太多 你又吃咸的水又多 肾脏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对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下一个 不要吃太饱 这个更要注意 因为很多残妇一天就五六餐 对啊 真的很可怕 就是妈妈给的啊 或是月子中心给的啊 所以我们要种植不重量 可以五六餐 但是每一餐 淀粉类不要太多 像下面那讲的 不要吃油腻 不要吃难消化的 像酪梅 或面包类的食物 或油炸品 因为这些食物 你想想看 你坐月子 你不可能一直运动 然后一定是 都坐在那儿 不都坐在那儿 不是哺乳 就是抱小孩 已经运动量不足了 你就吃那么多 这些油腻 或者是不好消化食物 除了瘦不下来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胃食道逆流 对 所以这个是产妇要特别留意 大概这几个是要特别小心 也特别注意的 就不能吃的东西 是这样子 对对对 是 其实也有一些行为 也不能做嘛 就你 刚刚我们讲的是 不可以吃的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应该要多吃的 像比方说 你刚刚讲的是生冷食物 像水果 它算不算是生冷食物呢 某些水果是哦 我有大概做了一点点整理 我怕我讲话 讲太快大家没有注意到 所以做一下整理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生冷嘛 有一些算 我给大家比较好记的方法 生冷 第一 温度低的东西 OK 温度低从冰箱拿出来 加冰块的 都算生冷 记得 产后30天内 尽量的不碰不要碰 其实连哺乳中啦 就算你哺乳了半年 我都建议不要碰 因为常常我们讲过奶过奶嘛 我们吃的东西就是会过奶给孩子 你吃了什么东西 孩子也跟着吸收 所以如果能够含性食物少吃的话 其实胎儿体质也跟着比较好 那第二个我们刚刚刚好主持人问到的 性质含的食物 蔬菜类 有个瓜子背几乎都偏冷啦 像丝瓜苦瓜黄瓜 这几乎都是偏冷的 那带来这大白菜啊 笋子啊 芹菜 这就是比较清爽的食物吃的 比较下饭的食物 可是没有办法做月子 就是忍耐点吧 除非当然如果你的体质是偏燥热 也有燥热型的产妇 这样的产妇 当然这样的食物还是可以搭配食用 但是主要大部分 因为生产过程其实气血都大亏了啦 你说它真的会很热的也没那么多啦 所以还是尽量饮食控制 那下面那个就是所谓你刚刚问到的韩性的水果 西瓜哈密瓜 一样有个瓜子背的 对 其实我统计过有个瓜齁 除了南瓜 木瓜 地瓜 不是冷的 几乎好像都是冷的 对 所以其实也很好记 不用看单子以后都会了 那还有像 番茄或者是柑橘类 柑橘类就是葡萄柚 柚子 柠檬 这个好吧 这个也是冷的 这也算是冷的啊 是 可是我们不是常常在讲说 如果喝水的时候 加一两片柠檬进去 其实对于身体 平常很好啦 对啊 酸碱质的调配是很好的 对平常很好 但是做月子毕竟还是要考虑到 目前身体状况 还有考虑到我们刚刚讲排二路的问题 太冷的食物确实 排二路的情况都会差一点 院长我发觉也没什么好吃的 你这样子谁这样子 那辣子真的没有很多 也没有啦 其实还是有 比如说苹果啊 葡萄啊 樱桃啊 是是是 奇异果啊 梨子 你看水梨是常常人家送给 那个作为来的人 对 竟然不可以吃 我跟你讲 常常我们送这些都应该是家人吃掉了啦 哦 是是 说肥都胖 我那时候坐月子旁边那个人会胖 我那时候坐月子都是家人吃掉 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 没有烹煮过的食物 比如说生菜沙拉生鱼片 这个就真的不行 生冷 对这个就不行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茶类 绿茶青茶乌龙茶 可是我们要减肥的话 不是要多喝一点茶吗 可是不可以啊 30天内建议 不要想减肥这件事啦 但是其实哺乳的过程中也会比较瘦啦 再加上其实等一下我们的医师会提到残后运动 还有可以靠运动的方式 还有我刚刚讲的嘛 其实饮食只要种植不重量 你把营养东西吃一吃 其实它还是不会胖 而且甚至于体重是会下降的 其实之前很多的那个婆婆妈妈有在讲 就是说作为来不要碰深水啊 不要喝水 喝水你容易水肿 还有的时候啊 他就说如果说可以的话 就尽量就是料理通通加酒 这个什么汤也加酒 什么菜也加酒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 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应该要加酒 让它比较不会生冷呢 回到刚刚我们林医师提到的阶段性 其实还是建议前两阶段酒扫加啦 因为毕竟它伤口还没复原 所以如果酒加下去 伤口感染的几率会偏高 再加上酒类还有分到底怎么烹煮 你是全酒的麻油酒还是半酒 其实有一些婆婆妈妈 人那个人缘很好 媳妇啊是女儿做未来 马上人就叫酒啊 米酒啊一叫三十公升几公升 你就是一个月里面吃几只鸡 然后把那些酒就把它用掉 那可是你如果没有吃的话 都是胖别人啦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而且那个酒精%数太高了啦 那个婴儿大概每天都在睡觉吧 讲到这个我一定要分享一下 佩雪生第一胎的时候很好笑 我就是妈妈就是给那个鸡酒 然后每一次她一端过来 我酒量是超棒的 只要一杯就倒 所以吃完饭我就醉了 可是我喂奶啊 然后所以呢我就一边喂一边睡 然后我妈妈进来的时候说 我们两个脸都是红的 她说过奶这件事情真的有 我两个都熟啾嘴 所以我小孩很好带 就是一路跟我睡一个月到 到做完夜子 因为她都喝有酒的奶 是这样子 可是这是不对的啊 呃还是要适量啦 对 过来酒精对胎儿的神经是不好的啊 哦这样子 对 其实最近刚好新闻就是很火红的话题 就是问说到底就是麻油鸡 或者是烧酒鸡 到底适不适合产妇喝 那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被讨论 那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妈妈代谢掉的时间 对 所以之前就有论文他们就试着去分析 就是产妇 好假设因为烧酒鸡至少四五十趴嘛 对 那那个四五十趴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代谢掉 那其实这边给各位妈妈建议 因为有的妈妈也是很爱 很需要那样子调体质 那其实建议说在前半小时的时候 是高峰 就是酒精吸收的高峰 哦 对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喝的话 建议比如说宝宝先喂好了 哦 不要像我们那样子 对对 边喂边喝 那个真的就是全部都过来 是吃完才喂 对对对 因为吃完毕竟奶会脏得更凶 哦 所以确实好像比较好哺乳啦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就会碰到那个酒精就给小孩问题 但其实过两三个小时之后就比较放心 嗯嗯嗯嗯 对 那有的会甚至不要用到全酒 用半酒或是煮香 这样就可以了 是是是 或者要炒到都闻不到酒味 这个方法也可以 那已经烧开了烧过了这样子 或者是现在公布卖局卖的那个 料理米酒 米酒水 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 因为它已经再蒸6到剩下大概1%左右 哦哦哦哦 所以还是有一点补性 但是它酒精成分下降了 嗯嗯嗯对 可是我们有一些 我们刚刚讲都是吃荤食的 我们可以吃一些肉啊 鱼蛋啊这些 可是有些人吃素 他也是要坐月子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禁忌 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你要不要提醒一下 吃素的残妇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他们等于所有的肉食啊通通不能碰 所以变成奶蛋素很重要 就拜托大家一定要至少吃到鸡蛋跟牛奶 嗯嗯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初期太补的 比如说一样他们会用到麻油嘛 嗯 比如说他们会麻油煎什么鸡蛋 或者煎面线啊 尽量也是前两周麻油不要用 那我建议可以用苦茶油 哦哦 苦茶油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也是一种补品 也是一种补品 然后我有整理的一个就是 吃素比较需要注意的几个就是 他可能要留意到有几个维生素 比较会缺乏 所以还是要小心 比如说 第一个维生素B12 因为很多都是从肉类啊 还有一些内脏类有 那他们真的比较没有办法摄取 当然就鸡蛋跟牛奶 是 对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就是铁脂 铁脂也一样很多都是动物性 尤其是牛肉 那吃素都不能吃 总不能不能补到 所以像深色蔬菜 黑芝麻 或者是颧骨的食物 当然樱桃葡萄是大家最常看到的 还有黑棗 这些其实都可以均衡的去摄取 那再来看到的是维生素C C的话其实它可以增加铁脂的吸收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些水果 对其实还是可以均衡的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柳丁 柳丁是柑橘类 但是它是柑橘类里面 也算比较不能的 比较优质一点 所以其实它还是可以稍微做摄取 那维生素D其实不用啦 就是晒晒太阳就好 很多产妇就做了30天 出来筋骨都不好 而且人家不是讲一句话 生一个小孩掉一颗牙 对啊对啊 常常有人这样讲 就是因为没晒太阳的关系啊 没有啦 其实也因为真的产生过程 盖子流失是很快的 整个怀孕过程跟残层 所以坐月子又如果加上不晒太阳的话 当然像你讲的更严重了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适度晒一点点太阳 大概在傍晚的时候 那最下面这一个要注意到的是吸引离子 就是这个比较稀有的 这个要注意到就是小麦胚芽 豌豆 葵花籽 芝麻 坚果 这些其实都可以去做摄取 那很多素食残妇 它可能在炖煮 当然还是可以用刚刚林医师说的 那些药膳的方法做炖煮 那它的食材就要留意 尽量还是不要选一些豆皮啊 加工品 不要用加工品 用天然的食材是比较好一点的 对 用一些蔬菜去熬 像山药啊也可以 或胡萝卜 就是尽量豆皮类还是少吃 因为它是油炸品 而且容易造成胀气 对 是 所以其实我们坐月子的吃的部分要很注意 坐月子还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 比方说 其实尤其是像我是在夏天生小孩 很热你知道吗 那又有说法说不可以吹风 不可以吹冷气 又有说不可以洗澡不可以洗头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是是不是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到底我们要怎么穿才是对的 我们要怎么样子 这个在坐月子期间好好的起居 又可以就是好好的休息 因为真的没有洗很 很压躁 真的你说叫我心情保持舒畅 可是人家客人或者是说朋友 亲朋一来的时候 看见我这样由头垢面 我就心情就不美丽了 怎么舒畅怎么快乐呢 其实在讲这个之前 先就是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 为什么古早时候会建议说不要洗头 那其实因为古代的时候 我们那个建筑没有那么的密不通风 那所以尤其是古代女生的头发都非常的长 大家想象要让一个妈妈洗完她那头长发 大家要去熬多少的热水 放那滚水让妈妈来洗那个头 所以古代人就干脆说 那你就不要洗头好了 可是其实不要洗头 在现代来讲太痛苦了 所以呢洗头的时候 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呢 第一就是要避免温差 什么就是避免温差 譬如说我们洗完赶快吹干 那不要说房间里面开冷气 然后浴室里面烟蓬蓬热乎的 那一走出来 温差就是我们中医所谓的风 一受风 接下来以后 感冒啦 头疯啦 感冒啦 而且感冒又不敢吃药 因为要哺乳 对 然后就整个像这个月都非常的难熬 那这个就是马上就是要吹干 那当然能够减少还是尽量避免 那像夏天就比较没关系 冬天真的就是 温差比较大 你说夏天其实 那个像你讲的说 这边洗完头 然后一进冷气房 那个毛气孔张开的马上就吹轰啊 对 马上全部 就进去 所以像您讲的 我们都建议进去之前冷气先关掉 对 不要制造那个温差 对 而且一定要头皮吹到全干 这是头发的部分 可是以前也有人说不可以碰深水 这个洗澡就是深水啊 还有我们刚刚有问到说可不可以喝水 那到底能不能多喝水 能不能碰深水呢 这个 OK先讲洗澡的部分好了 对 因为其实古代的那个水一定都是去河里面找的嘛 对 卫生比较包紧里面的 所以他可能会有30度21度18度 他还觉得很热 那像我 哈哈哈哈 对对 他有可能到了26啊27啦 还觉得哎呦怎么有一股风在吹自己的头 所以其实体质不同 变成说我们也不能勉强每个妈妈都用SOP在照顾 对对对 那所以当然如果比较怕冷的妈妈 我们还是要谨慎 就是要熬姜水啦 熬度重水啦 来用擦澡的洗澡洗头这一些 那可是如果体质就是比较壮实的妈妈 你不让他洗澡他真的就惨后忧郁啦 睡不着啦 甚至有的妈妈会便秘啦 容易口渴 那个就是比较体质偏热的妈妈 这个就比较不用担心 那至于喝水的部分的话 对喝水部分的话 有的妈妈当然会说怕水肿就不喝水 对 可是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需要摄取糖糖水水 这样子我们才有乳汁 对 而且所谓的那个水肿啦 其实我们是那个水肿是血管之外的那些组织液 所以我们其实要顾虑的反而是我们的营养要充足 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些按摩啦 或者是用一些运动的方式来降低水肿 我们每天的汤汤水水建议还是可以摄取到就是五百一千 对 而且我们就是那个水除了喝水之外 我们要把我们喝的药炖汤 月子餐里面的汤品 那些就是把它全部夹在一起 涮在一起 对对对 其实应该不会过量摄取 除非就是一直灌大膏 这样才会怕过量摄取 而且因为现在水都是煮费啦 处理过了 对 那如果真的担心的话 还可以就是煮那个观音串 或是荔枝做的水 观音串喔 其实那个现在中药局你只要去 对都有 跟他说我产后要喝水 我要贴那个观音串 他就会给你 他就会给你了 不过大部分就是 如果太冷体质的也不适合喝 对 没错 他是把它做成像水一样 我们那个产妇来喝的这样子 回家自己熬 自己熬 熬成茶这样来喝 对对 当成茶后的茶饮 就像有的人茶后茶饮会喝 比如说红枣茶 对 那这就不同体质 红枣茶就适合比较寒性的体质 但是观音串就适合 呃 红枣茶适合 寒性的体质 对 那观音串是 观音串是有一点热性的 较爽的 对 就可以喝一点 所以夏天蛮适合的 对 夏天和那个就可以解渴这样 我当初在做月子的时候 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 这么多的那种 什么月子中心 或者是月扫 有一种就是他可以到你家里面来 帮你做月子的 还有一种是送月子餐 以前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呢 我很乖 我真的很乖 我真的很听话 我都没有出门去 有晒太阳也是在自己家里面 开窗户这样晒晒太阳 就很乖 反正我很乖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体质变很好 就是 我不会说手脚冰冷啊 或者是说会有那种 就是 别人感冒我通常不会 那么快就跟他敢流行 这样子 我其实身体真的变得很好 然后 然后有的人真的很不乖 所以他会想说 我反正没有人看见 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我偷偷跟我老公出去逛逛街 去看看电影 你觉得这样到底可不可以呢 说实在话 其实进出公共场所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让自己破露在风险之下 对 因为刚生产完的妈妈 其实我们也要考虑 气血比较不足的话 免疫力也不够好 对 所以一样是感冒 别人没事 回家老公没事 自己就感冒了 对 甚至带给孩子 对 那问题更大了 所以就算不得已 真的要去公共场所 譬如说要回诊 生病了 也一定要戴着口罩出门 然后也是勤洗手 就是任何卫生习惯什么的 都还是要顾虑到 是是是 那像我们刚刚讲第一阶段的部分 我们其实有讲到生化汤 生化汤其实就是你刚刚说活血去瘀嘛 那到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喝生化汤 我听过有人说 生化汤一喝喝一个月 就是他坐月子期间都在喝 那生化汤刚刚像你讲的 他其实只有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喝 对 第12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喝 其实不一定要喝 就是要看第一 一样相刚的意思说 产富的体质 还有他主要如果是副副产 就要从医院那边评估 如果他副副产 其实已经清得很干净了 不代表一定要喝 大部分会需要喝的是回家坐月子的产富 那生化汤主要 我们看一下 它的成分 对它的成分 主要基本的是这五个 当然它还是可以加减 根据体质做加点 最简单就是穿穷 熊当归泡浆 至干草跟桃仁 那主要当然就是养血 活血去医 然后帮助排二路 那这个比例呢 我这里没有写是因为每个体质真的不一样 所以不可以说大家都抓一样的 还是建议如果要生化汤 会建议就近找专业的中医师 去请他们调配适合的药材 让你量身定制 对量身定制比较适合 然后再加上呢 到底什么时候喝 一般残后当然第二三天就可以喝 但是如果那时候 复产科那边还是有给公缩剂的话 我们会建议先暂缓 如同林医师说的 等那个要 出院之后 对再一天一帖慢慢喝 但是大部分是三到五帖 我建议三到五帖就可以了 那剖复产也是 就是一样五到七天之后看情况喝 那有一个情况就是 彩后大出血或有感染的 绝对不可以用 是是是 对所以大家都认为 生化汤产后第一方 应该很简单 其实它不简单 它也是有学问在里面 对对对 因为真的要考虑到 因为尤其是出产妇 她不知道她的体质 所以我们都建议 婆婆妈妈真的不要急着去抓药材 还是建议就近真的找中医师 看一下 其实再加美 对对 其实可以在 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患者产前 你就就近找医师 看一下你的体质 再决定要不要喝 或者是请她调配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对 对对 所以像我们喝生化汤 然后吃这个什么宫缩鸡 都是在初期的时候 过来就要補了 那麻油酒 我们说麻油酒 说生会过麻油香 古代的人吃麻油 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 很满意的事情 可是现在我们到底 是不是真的需要吃麻油鸡呢 其实麻油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温补 对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排二路更好 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刚刚所谓讲的 那个去浴身心 就是所谓的子宫复旧 它甚至可以就是帮助 就是子宫在收缩的更好 所谓的复旧 其实除了子宫内膜之外 当然还有包含我们叫做紧实度 对 因为生完baby的时候 其实整个都非常的松 因为装了一个大货物在里面 所以其实麻油算是有必要的 但是因为麻油就是 所以像我们遇到会容易发热的 睡眠不好 嘴巴破 便秘的妈妈 其实我们就可以调整 我们麻油的比例 对 就是然后像鸡的话呢 它也是有好处 因为它就是可以补气血 对 而且其实我们在产后呢 营养还是要顾 不要产后马上就急着减肥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热量 再加上补乳 补乳大概也会消耗大概500大卡的热量 对对对 所以这些我们要把它统合算起来的话 我们一天还是要 就是摄取1500到2000左右的热量 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对古代人来讲的话 喝那个鸡汤 麻油鸡汤 是摄取热量非常快的方式 对 所以麻油的话 它是有它就是产后的意义存在的 刚刚月朗讲说不可以吃冰嘛 我们刚刚有提到 因为不可以吃冰不可以吃深冷 可是啊天气很很热 然后补品又一直吃 到底要怎么办 这种燥热的时候 有没有可解的办法呢 蔬菜水果多吃点吧 对 真的 或者是刚刚那个观音串啊 对 对那些就比较解暑的 是是 那有一些妈妈 尤其是新手妈妈不会挤奶 不会做奶 那个就是把那个乳腺通 因为那个很重 不会做便当 对 你知道吗 真的 如果说这样挤半天 挤这样子大滴眼泪 小滴眼泪 这样子泪流不止 然后还挤一点点 有的人说连底都铺不满 到底要怎么办 这种乳汁分泌不足 我们可以怎么调解呢 OK 首先我们要先理清一个问题 第一就是是不是真的乳汁不足 对 因为其实有的妈妈 可能一直以为自己的 baby 没吃饱 所以他虽然乳汁量够 他还是觉得很着急 但是其实我们只要就是 定期监测 baby 的体重 他有在长大 甚至有的 baby 他刚出生第一周的时候 他会比他在肚子里面的重量还要小 然后妈妈就开始紧张了 想说我一定是乳汁不足 所以他体重掉了 其实不用担心 我们到了第二周 宝宝才会恢复到 就是刚生出来的那个体重 所以他会先减轻 然后再回来 对对对 但是有的新手妈妈 一开始就会害怕 第一周压力超大的 对对对对 然后又要在那边管自己的恶路 然后又要在那边管他那个佛罗状 所以我很紧张 你说怎么样子很舒坦的 让他过这样子一个月子 说实话真的是挑战 真的是挑战 但是我们只要看BB 他的大便是那种黄黄软软的 不会畜色 那样子其实就 或者说他不会一直就是糊闹 可是有的然后哭闹也不一定因为肚子饿 这个也是要厘清的 然后或者是说你看他在 吸的时候 在吸乳汁的时候 他是有就是一直在吸 他不会吸大半就把他噴掉 因为有的小BB会 吸一吸 都吸不到很错 不然就退掉 真的喔 你就看說 理論上 就是他可能剛吸沒有多久 五分鐘 理論上應該還沒喝完 他就退掉 那那個就真的確實是不夠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先定義好 真的乳汁不足了 那乳汁不足之後呢 我們再想辦法怎麼解決 那其實我們要分兩個 一個就是不通 量夠 可是沒有下來 喔那個就脹奶 脹得很痛 可是沒有排出來 很痛很痛 那個超可憐 你知道嗎 我覺得 生小孩是一種痛 那個脹奶的痛 就是痛不欲生 有時候這樣子 硬咳咳 就是這樣子出不來 痛死了 更痛的是萬一乳腺炎的時候 就是還要硬把它擠出來 那個時候是非常追心之痛 對 所以當然我們平常 在倒乳腺炎的那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最好就避免就是預防它 那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可以按摩 按摩 對可以按摩 然後按摩的方法就是 假設說這是我們的乳房 好 這是我們的乳房 那中間在乳頭的地方畫個十字 畫個十字 差不多三根手指遠的地方 這個就是可以推按摩 那甚至有的可以用就是 就是我們沖 長按有沒有 沖尾那個沖虛的地方 然後去沾那個生薑水 然後就是沿著乳頭開始就是螺旋狀的就是按摩 或者是往外推 那就是去讓乳汁暢通 那當然還有就是心情要放輕鬆 心情方輕鬆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控制蜜乳的那個機制是在頭 就是在我們腦裡面的蜜乳激素 那什麼情況下會讓蜜乳激素它比較好分泌 第一個就是正向回饋 就是寶貝剛生下來的時候 第一天我們就要讓寶貝開始練習這個吸的動作 那因為寶貝這個吸的動作對那個乳頭的刺激 它會就是促進我們腦裡面的蜜乳激素 越分泌越多 那這個正向回饋其實就是乳汁量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 不是什麼鱸魚啊、鱸膜啊 什麼那種 什麼 什麼 咖口 對 花生 咖口 對 那個其實它會有幫助 它會讓那個乳汁的營養成分比較好 就是寶貝吃到比較好的 可是你要讓它能夠咻咻咻這樣順著用噴出來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式還是寶貝自己吸的好不好 對 不然就讓它哭 聽它哭聲聽說也會 也會分泌 聽起來有一點渴 有一點狠 通常媽媽看到孩子 就有一些人不是在那個坐月子中心裡面 可以監看自己寶寶的那個 他的那個現況嗎 然後明明看到他這樣哭了一分鐘 他也不去 就心裡面在那邊糾結 我到底要不要打電話去跟那個護士講 我兒子在哭了 要不要去抱他一下 要不要去抱他一下 他怎麼了 都會很想要知道 可是一段時間之後 他哭就讓他哭了 對 反正就這樣子 不會少一塊肉 一種運動 還有練肺活量讓他哭一下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讓他這個蜜乳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退乳又是另外一種方式 是不是請院長跟我們講一下 這當然你這差不多了 就你要回到工作崗位 對 孩子開始要吃一些就是 副食品 對副食品的時候 要退乳聽說也是一個蠻需要的 有幾種情況會退奶 第一個就是 怎麼努力都沒有奶的媽媽 他只有一點點 然後又一直塞住 乳腺發炎很嚴重 那種體質其實 我們都會建議不要強迫他 就像剛剛講的嘛 哭乳已經好辛苦了 然後他又一直沒有 然後他又有愧疚感 對 那我覺得 會很挫敗 那我就覺得算了 其實不是說一定要補乳才是好媽媽 對我要強調這一點 那第二點當然就是 現在太多職場上的婦女 她必須回去了 所以當然就要退奶 那退奶的部分 一樣就是 其實剛好跟剛剛促進 乳肌是顛倒的 我們就變成要減少一些 補乳跟擠奶的次數 你要延長他排空的時間嘛 然後呢 避免去刺激他 還有剛剛講的一些 湯湯水水 麻油酒啊 豬腳燉花生啊 就不能吃 但是基本的營養還是要有 比如說你還是可以 魚湯只吃魚肉 不要喝湯 對 然後盡量就是不要去刺激到乳房 所以不要穿太緊的衣服 然後還有 退奶的一些藥材可以使用 哇人參是退奶的啊 對 對 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這種補品有時候也是會造成那個奶滋就停下來的 是 所以像人參還有最常見就是草麥芽 所以為什麼說喝草麥芽茶 可以退奶 不過那退奶的時間需要 嗯 花一點時間啦 可能不能馬上 那我們也建議花一點時間 就像剛剛我們提到的嘛 希望殘後胸部還是維持住 所以給大家一個建議 盡量不要急速退奶 我們比較不建議直接打退奶針 還是建議用慢慢退的方式 胸部的維持真的會比較緊緻 而且size會比較能維持 是這樣子啊 是 哇太可怕了 原來這個 這個撇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退奶的食物 這個我們平常也要很小心 對 如果在哺乳的時候不可以吃了 吃到這些東西 對 要注意一下像韭菜啊 嗯 九成塔啊 對 或我們剛剛講到芹菜 其實這些你會發現後面就是偏冷的食物嘛 嗯 對 芹菜 西瓜 這些都偏冷的食物 本來就容易造成 滷汁會分泌比較少 嗯 是 今天我要來之前 我還看到一段影片 有一個懷孕了八個多月的媽媽 她是這個健身房的教練 她先生也是 結果她那個挺的大肚子還在那邊舉重 然後我們現在 哈哈哈哈 四大運動 欸 你知道很多運動員喔 他們就是在這樣子的 懷孕的期間 她還是在運動 像比方說 Ella 對不對 她不是在那邊跳舞嗎 她跳得很 她那大概幾個月啊 好像八個多月了吧 就這樣跳得很火辣這樣子 也蠻好玩的 到底 這個產婦啊 生完孩子應該運動嗎 那應該怎麼樣子運動才對呢 OK 其實生完孩子之後可以運動 可是最好是適量的運動 譬如說那個激烈的跳舞啦 還有賀重的動作 舉重那個不行 對賀重的動作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時候蠻講究 最好那個骨盆底的肌肉的力道 是可以恢復的 那還有像陰道子宮 要再恢復她原本的那個大小 對 那其實運動的話呢 我這邊有給大家帶來一些 就是運動的小撇步 我有附一下出處啦 這是當初那個北一他們做的衛教單章 那我覺得蠻不錯有圖 所以我就用這個圖來跟大家說明 那在產後三天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就是都還 氣血都還蠻虛弱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比較偏 訓練呼吸的運動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躺在床上躺平 兩手擺在旁邊 然後呢 就是進行複式呼吸 所以呢 慢慢的你們應該要感覺到 你們吸氣的時候 肚子應該要膨起來 然後胸部也會跟著一起往上 然後維持了兩三秒之後 再慢慢的吐氣 這就是產後三天可以做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連下床 可能都會建議說 肅膚帶要帶著 然後不要板重的東西 然後不要做那種蹲下啦 有沒有就是會用到很多骨盆的動作 這個時候就盡量避免 那接下來呢 到了產後七天一週過後了 那這時候我們已經開始進入 我們就是第二階段的調養期了 這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加入一點點乳房的運動 因為媽媽都很怕 等到不補乳之後就鬆弛掉了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時候可以再搭配乳房的運動 那乳房運動的做法就是 就是我們的手打直 然後就是這樣子 擺在床上 然後呢 往前舉 舉上來 所以大家看這個示意圖 它就是大字形 然後再舉上來 這個就是會用到我們這裡 就是胸大肌 胸小肌 這些就是胸部的肌群 好 那另外呢還可以再做一點頸部的運動 尤其這時候 補乳啊 會非常的肩頸酸痛 尤其其實會建議媽媽們 補乳的時候可以盡量練習 就是靠著 靠在椅子上 或是靠在枕頭上面補乳 因為如果你一直都抱的哺乳 每一兩個小時 就要在那邊撐 撐很久 有的要撐到半小時 甚至更久 其實這時候大多都會病發 有肩頸酸痛 或是腰酸的問題 對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還可以再加上 做這個頸部的運動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平躺 然後慢慢的把頭抬起來 那你會覺得你就是 就是頸部後面的肌肉 是有被就是拉到的 然後就可以放下來 就重複大概做個五次 這是產後就是一個禮拜的運動 那產後十天的時候呢 已經可以開始加入 腿骨盆之類的運動進來了 那所以這時候呢 這腿部的運動呢 我們要用的力 就是把腿就是伸 就是抬伸起來 那媽媽可以看自己的實力 來決定做這個運動 因為我相信應該不是每個媽媽都可以做得到 那這就是 用兩腿就是交替抬 1 2 1 2 這樣子 就是做交替抬腿的運動 那如果啦 就是媽媽體力更好的話 還可以兩腿一起抬 還可以順便練習到這個 下腹部 可以練習到下腹部的肌群 好 那這時候就不要用手去撐你的腿 主要用到腿的力氣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臀部的運動 那大家注意這個 臀部運動的要訣 我們的腿抬起來 彎下去的時候 要把腳跟頂住你的屁股 那時候你的屁股就會被拉起來 這就是所謂臀部的運動 也是一樣兩腳交替做這個運動 好 那再到更後面 產後半個月已經到第三四個大補氣血的階段了 這時候其實基本上我們在生活上的活動都已經可以跟以前差不多 那這時候呢我們可以再加入收縮陰道的運動 那收縮陰道的運動呢就是先躺在床上 然後呢腳就是擺跟肩膀同寬 就是違髒 好 然後呢這時候呢就兩手平舉 擺在旁邊然後就把屁股抬起來 那屁股抬起來的時候呢我們要想著那個動作的重點 就是你要用你臀部跟骨盆的力量去抬起來 你不要用背的力量 也不要用手的力量去撐 對 因為這個就是主要要做那個就是收縮陰道跟骨盆底肌肉的運動 就把屁股撐起來 那每個媽媽也是看自己的實力 就是一開始可以先衝就是維持個幾秒鐘 然後甚至到後來就可以維持到50秒 甚至一分多鐘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呢是反過來的 是收縮子宮的運動 那因為我們的子宮我們想要他是往身體的上面 逆著地心引力來做的 所以呢我們的這個收縮子宮運動就是把頭跟胸部先靠在床上 腳也是一樣跟兩肩同寬 然後呢就是就是把身體這樣趴著 就這樣趴著就可以了 對然後呢就是也是從一開始就是幾秒鐘 然後慢慢的加看體力 然後就加到一分鐘 那最後一個的話 這我是忠實員我還原本寫肩部啦 但其實我個人的解讀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在做腹部的運動 最後一個他有點類似就是仰臥起坐 但是做這個仰臥起坐的話 我就比較建議要在後面的運行 而且要看媽媽的體力 因為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大量吃的什麼 麻油雞啦 一些燉補品 這時候應該小腹都差不多長出來了 是 對對對 那我們就是要進行這個運動 當然還是要以自己的體力為就是症著 是是是 那我們也常常在講到說 有一些產婦 特別是因為太多的壓力啊 所以會產生一些憂鬱症 那到底憂鬱症喔 如果產生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排解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方式 綜藝可以協助的呢 產後再做一段時間真的很憂鬱 因為都搬在裡面嘛 還好現在有社群 有社群網站可以看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產婦 應該說憂鬱的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就是只是擔心自己的寶寶的狀況啊 然後還有就是老公回家可能沒有幫忙啊這一塊 可是現在的產婦還要還有關心到有誰關心他 有些情緒上的問題啦 那這個其實真的要家人幫忙是最主要 而在中醫上面呢我們也提到兩種 有可能造成情緒有比較容易低下的 產後憂鬱的體質 其中一個是肝氣鬱痣 也就是他肝臟也比較容易緊繃的 情緒容易憂鬱的 這種通常就是 他常常會喊胸悶胸痛 而且食欲也受影響 當然中醫常用的是逍遙傘的加減 這裡做個舉例當然不是絕對只有這個方 還有很多也是要尋求中醫師去專業的調整會比較適合 那平常當然像百合、銀耳、蓮子、玫瑰 還有一些花茶都可以去搭配做使用 甚至於音樂療法還有芳香療法 這個其實我都會建議在作業職的時候其實可以加入 那另外一種體質叫心神施養 這一種就是他本身心氣血不太夠 其實情緒會受影響 大部分也要考慮到是他本身氣血也不足 比如說是肝臟氣血不足 還是心臟氣血不足 這種情況下當然結果會不一樣 我們就這種 這種產婦很容易就常想哭 他好像遇到一點小小的事情 也沒什麼他就會很低下 這種通常當然乾麥到早上是可以使用 但是還是要調整因為他裡面有賣藥 所以又怕有退奶的問題 那當然再來就是 平常生活上可以考慮到使用的是櫻桃啊 蘋果百合桂圓這些 還有剛剛包括一些他聽人會比較舒服的音樂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家人陪伴啦 對真的非常重要 假如家人陪伴跟我們的體型 如果說產後忽然間變得很碩大 其實會有一些憂鬱症的產生 所以就是什麼時候才是減肥的時機 還有就是我們林醫師好像也有準備一些 就是穴道按摩的方法要教給我們大家 是不是在這裡跟我們提醒一下 OK 在這邊呢就是先跟大家講我們好用的穴道 那我們這邊介紹的穴道有竹三里跟太沖穴 好 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面這個竹三里穴 竹三里穴的取法呢 就是我們先找到這個病骨下面有兩個凹窩 對 那那個就是我們的吸眼毒鼻 那我們就在外側的地方往下對三寸 三寸怎麼找 就是四隻手指頭對下去就是三寸 然後呢我們要對筋骨外圓 筋骨就是我們的那個小腿骨的那根骨頭 外圓一寸 這個地方就是竹三里穴 竹三里穴呢就是它可以就是補氣血 然後調皮胃 那對於就是產後的媽媽呢 他們就是皮胃消化功能比較不好 或者是想要消水腫的媽媽 就是可以直接按壓竹三里穴 或者是呢就沿著筋骨外圓一寸的那條線 就是我們的竹陽明胃筋去推 這個部分那就可以就是增進我們的消化功能 好 那這個其實在產後的話呢 我們按壓穴道其實產後只要不舒服 我們不要強力的按壓輕輕的推 用一點放鬆的筋油什麼之類的推 推多久 多久推一次 其實在就覺得腳緊繃的時候 就是可以推 或者說我們在 不要說洗澡 擦澡 或者是說就是比較手有空的時候 基本上其實常常也是沒空 就可以一天不要推太多次 不要推超過就是兩三次 就稍微用輕輕的力道推 那跟各位介紹的另外一個穴道是太沖穴 太沖穴呢它的位置是在我們的腳板 第一二指 第一二指的中間呢 就是一二指骨那個開叉的地方 就是這個叉 那我們推 推到這個叉的盡頭的地方壓下去 會非常的酸脹 那這個太沖穴呢 它是屬於乾筋 足覺音乾筋的太沖穴 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引氣下行 所以呢 當我們就是剛剛楊醫師介紹到那種乾淨 乾淨欲結的患者 或者是說呢 蒲乳的時候呢 它是屬於就是乳汁不通的媽媽 甚至說頭痛的媽媽 就是你會覺得上面 脹脹的想要往下癮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使用太沖穴 那至於剛剛我就是介紹的運動 其實大家就是照那樣子的時程 由最緩和的運動開始 就是慢慢往上加 那基本上呢 到了產後的第四週 一般的媽媽理論上就是 體力都已經可以恢復的差不多了 那這個時候呢 只要不要太激烈的運動 然後不要就是搬太重的東西 基本上都還是可以承受的 是是是 那在節目最後的這個幾十秒的時間 是不是請我們楊院長也跟我們提醒 跟丁寧一下 坐月子中間有沒有什麼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坐月子其實就是保持輕鬆 然後呢好好陪伴你的孩子 我會建議在懷孕的那九個月 就先做一點功課 先清楚知道說 胎兒產後護理到底該怎麼去照顧他 然後呢坐月子期間 真的如果有需要請你趕快呼救 不要自己來 一定要請家人互相幫忙 是的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楊秀珍 楊院長也謝謝 謝謝林秦儀林醫師謝謝 謝謝 聽眾朋友 我們聽到這麼多 關於坐月子的一些知識 是不是跟以前都不一樣呢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 您上我們FB的網站來留言 今天養生治病 看中醫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您的收看 咱們下回見 拜拜 大家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